一天晚上的夜店 一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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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加點糖漿吧 等一等 要不要由我選 好像她收了商業電機訊息一樣 由你選 選什麼看不到我喝的觀眾咖啡嗎 發神經 拜託你,沒需要就不要亂接廣告 喂?不需要 神經病,打機打來銷售保險 怎樣啊,奶奶 沒有啊,打來等你打機斷線 打機關你什麼事? 這麼大個人還沉迷打機,還要吵 阻礙我修夾,不務正業 體諒一下吧,香港人 我是正義的,好嗎? 先收信 有電話 Hello 好啊,OK啊 不需要了,麻煩 不需要啊,大把錢啊 神經病,打來叫我借錢 錢大把啊,去初戀啊 我說什麼? 這些問卷調查,我小小就開始做 收錢啊 我夠瘦了,再減個原值的 當然啊,割包皮啊 都會打電話銷售的嗎? 新什麼髮啊?我沒有嗎? 我大把頭髮啦 哈哈哈,你叫我買美容瘦身療程 你知不知我哪位啊? 我不想喝啊,我也想靜靜的打機而已 推銷電話,你就可以打了它 那就不用開這兩位阿蟬 在這裡吵彈巴閉的 沒錯,很多東西都可以由你選 不過呢,做手術就未必有得選的了 外科手術都有分適合做和不適合做 必要和非必要的 其實什麼情況才要劈呢? 我發覺你真的沒聽說了 正如上一集這樣說 我們要了解病人的情況才可以做決定 那即是怎樣呢? 我一句都聽不明白 簡單來說,如果有些手術做了之後 是有助病情發展 或者幫助病人的幸福的時候 經過我們醫生評估之後 都認為這些手術對病人是必要的 我們當然強烈會建議病人做手術 但是相反來說 如果有些手術做了之後 對病人的病情沒有任何進展 甚至對病情有壞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這些手術 是不適合病人做的了 一些小手術 例如增生或者水狼組織 如果不會引起病變 又或者造成心理 或者心理和生活的影響 這些就屬於非必要的手術了 原因很簡單 但凡手術都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面責面 Chill 這樣跟我們聽電話有什麼關係呢? 劇本你又沒有選擇 你只可以選擇做和不做 我們不要踩它 我幫你收的 不要再打來 我真的不用貼毛 哎呀,我真的不需要封空的 哇 恭喜發財 祝大家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醫生與你我 喂,那我就不可以了 大家隨便記住收看 愛波仇上一法刀 好